发展农业保证农业生产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意味着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饭碗和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与工业服务业相比 农业的投入产出比是很低的 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回报也比较有限 以中国为例 我国虽然是一个农业大国 但是在绝大部分农民看来 种地其实是一个很不挣钱的职业 2018年中国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是14600元 这样的收入水平其实并不算高 而且农民的收入增速 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不过纵观全世界 并非所有国家的农业都不挣钱 例如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的荷兰 农民的收入水平就相当高 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2015年全荷兰的百万富翁有十万六千多个 其中农民所占的比例是最高的 在荷兰每五个百万富翁就有一个是农民 矛盾的是荷兰只是一个小国家 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到粮木 这不禁让人好奇 这些荷兰农民都是靠什么赚大钱呢 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荷兰土地属于农民私有 这一方面省去了土地的租金 农民也更加舍得在农业方面投入成本 农民拥有的土地大多数都是继承而来 有调查显示 所有荷兰农场三分之二的价值 都属于农场主的净资产 每个农场的平均价值 按照180万欧元计算 很多农场主的净资产都能在百万欧元以上 其次荷兰农民收入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 农产品的价格比较高 耕地资源不足 酵水量大以及光照不足等自然条件 对荷兰农业发展并不算有利 为此荷兰一方面调整了农业结构 减少粮食种植 转头发展畜牧业 孕育大量优质牧场 同时建造了大量的温室 来种植蔬菜和花卉 荷兰的温室已经实现高度的自动化管理 从浇水 湿肥到通风调温都能精准保证 这些农业技术的运用和规模化的种植 在保证了农产的质量安全之外 也保证了农产品的高价格 凭借着高价优势 荷兰每年的农产品出口额超过1000亿美元 另外 荷兰农民的高收入 还得益于政府的高补贴 在欧盟农业政策之下 荷兰农场除了能拿到直接补贴之外 还有市场支持和农业发展补贴 这三项加起来 荷兰农场主一年能拿到的补贴就不是小数目 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 荷兰农民的高收入也就不奇怪了 相比之下 中国农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不高 一方面是因为在种地成本增加的情况下 粮食价格却一直不景气 另一方面 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 和荷兰的高科技农业相比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和我们讨论